一天到想万安又来 柯文哲立刻冲进会场 近期为台职关案隔空护杠 两人终于在清华大学 粤涵堂开工 狭路相逢 还坐在隔壁 一开始互动冷 直到柯文哲先开口 直接同台周峰 柯文哲纳闷 为什么监视器传输流量 要用到三妹 预算还变多 蒋万安却坚持自己 有积极调障费率 而且从万安走在前一场活动 就先就版 当年柯史福的费率专案 藏学机 这个是在柯史上任了106年 他所签订的 我们三妹的月租费 每一支来到2200元 再加上他执政之下 议会的淡书的要求 全面使用三妹 我上任之后 是非常努力在溢价 费率是我定的 为什么我的预算是4.6亿 到你的预算是5.5亿 这才是关键 最后一份公文写什么 财团勾结议会 诈询国家钱财 我写这么明白的 你们还敢去动这个 真的是不要命 活该 反击蒋万安嘴上输费率调降 那预算怎么不减反增 原本没安排受访的柯文哲 实在气不过 活动后特别停下走步 还炮空前一天台北市议会 国民党团技术性流会 质疑蒋万安干嘛不说清楚 今天这个事情就是拿出来检讨就好了嘛 不要再东扯西扯 为什么你们不敢开临时会 如果是你坦荡荡 或者说你很诚心检讨 就开临时会嘛 对不对 把来龙去脉讲清楚 柯文哲炮国猛烈 不过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也护主心切 立刻发文反击 指出当年柯文哲 不但没有把母约解掉 又在106年和台志光订定一个 专案网络的此约 明定109年的三妹费率月租费 2200元 最后呛不必问长市府 因为所有答案都依照 柯市长订定的 台志光案两个市长的战争 持续延烧 各说各话 谁也不让谁 美新闻综合报道